鯊魚豆芳 市長我們先問一下,部分區本來今天要封鎖,為什麼突然要換延期? 延期啦,應該是這樣啦,因為雖然那些民視,民間大致敵定,但是還是要照程序 中央委員會要開會,大家簽字,這樣比較符合正式程序 你有省區黨內是固滿郭台銘兩邊壓包,可能會調整高宏安的台詞嗎? 不會啦,我們還是很多講話算話的政策程序 那到底黨內有沒有不滿這件事情? 所以說每天,這個世界上每天都有不滿的聲音,就是這樣聽聽,能處理就處理就這樣 所以有人對賴湘林也不滿嗎?有人也對賴湘林排隊不滿嗎? 我是沒有聽到啦,但是在世界上什麼聲音都有嘛 所以我最後上面說好,最後還是我們開個中央委員會,大家都出席,民間公布,大家簽字,認賬阿叔叔 所以你的立場還是會立庭在鄉林第一嗎? 市長到現在沒有變啦,有話是什麼事嗎? 市長那海選的部分,因為海選的人有些人不在簽安全名單,所以他們有些人會覺得質疑嗎? 沒有,只要他沒有在安全名單裡面,他就質疑在哪一門子的話 那吳欣是怎麼樣跟他去解釋? 唉唷,這個等確定再講吧 他自己有沒有都確定?他自己確定嗎? 是呀 反正公布你就是吧 他會進入安全名單嗎?他的排斥 問題是安全名單是多少,叫安全名單,我都不曉得 有可能在六到十或十到五 沒有啦,我跟你講,這次選舉真的很難預測,特別是這種 我看兩個黨,還有親民黨還有時代兩岸,這個實在是太複雜了 這個如果說只有兩個黨很好預測 剛剛有五個黨在移動的時候,這個實在是 數學模型都做不出來 郭台銘在臉書PO文說,政黨比較支持民眾黨、親民黨 他說秉要做大,第三勢力才會贏 他這個說法是要等於是對你們來吸引善意嗎? 就這樣啦,反正他的人兩邊都有,他也知道兩邊都幫忙怎麼辦 上學哪邊的人比較多? 主要我們還是專業考量 挑一個說,每個人每個人選擇都不一樣,我比較功能導向 你覺得郭總偏心嗎? 不會啦,偏心什麼?差不多啦差不多啦 沒有其他題目可以問 市長你怎麼看今天國民黨不分區傳出可能會把吳思華和邱毅都移到比較後面 是不是提出民族的外面? 要等到發生再講啦 反正兩個黨,我都知道是在閉起來吧 就是你建議胡敦毅乾脆直接排出安全名單 或是連不分區名單都不要排? 會不會對國民黨反而比較有? 沒事沒事,沒事 無際愛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